8月5日,南京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进入决赛日,五个单项将决出最后的冠军,目前五场决赛的开球时间已经敲定。 央视五套将全程直播,其中男单和男双的终日对决,将成为压周大戏,五项决赛时间敲定。 从公布的时间表看,北京时间下午13点,女双决赛率先开打,对阵双方是日本的辅导游记广田彩花和松本麻又永元和可纳, 中国女语实力最强的陈清晨甲义凡组合,八进四西白印尼组合,导致国语在这一传统优势项目上全军覆没,是仅在实现15连贯的希望落空。 混双决赛是中国得比,紧随女双开打的是混双,这场比赛是中国得比,开球时间是14点。 从过往战记看,郑思维黄雅琼占据绝对优势,王毅绿黄东平能否挑落一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,拿到双方对决中的首胜值得期待。 在两项内战之后,15点开始女单角逐,由印度的新德湖挑战西班牙的马林,这也是2016年礼约奥运会决赛的重演。 新德湖能否报李约设例,的一箭之仇是最大看点,石与琼将获并陶田贤斗马林和新德湖的外战开始后,将施压咒的两场中日对决,南丹国语小将石与琼将挑战日本新王陶田贤斗,南双则是双塔组合李俊辉刘宇陈对决日本的原田起雾家村建市,引人注目的南丹对决,石与琼此前和陶田锦在今年的亚锦在上交手过一次。 当时石与琼一比,二西败,回看本届市锦赛晋级之路,石与琼先后战胜林丹、周天成和陈龙,这三场比赛含金量十足,也彰显他的状态上加。 相反,处在下半区的陶田,由于李宗伟、孙安虎退赛,一路并没有遇到降手,因此,两人的决赛果并,鹿死水手并不好说。 双塔在战家园南双对比,双方此前共交手七次,李俊辉刘宇陈四胜三副稍战优势,最近以此交手也是双塔取胜。 本届市锦赛双塔更是连战好手,半决赛战胜张南流程才晋级,状态颇佳,日本组合一路走来,所欲对手没有双塔碰到的实力强劲。 因此,综合分析,李俊辉刘宇陈完全有望击败日本的家园组合,由于是最后一个比赛日,央视舞套也高度重视,轻力直播,据悉央视将从12点35分开始进入市井赛直播时间,喜爱羽毛球的球迷们届时可以锁定频道,第一时间欣赏精彩的比赛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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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